我现在在美国生活真的是非常小心翼翼 因为我只是个H1B 身份真的是个特别让人焦虑的问题 我帮你发现发现公众号 就特别喜欢利用这种焦虑 比如说有个 咱们关注马农生活的公众号 咱们今天这么多人就不点的名了 咱们就用画面 两种四分地 然后呢 这个公众号我记得 之前就看到一篇文章上写 恶号 这个光头又被中国人吓唬 我点击看 Amazon 2024年暂停perm的申请 对于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来说 现在想要留美之事 不关展现像一个人绝望 那么有没有快速且靠谱的应对方案呢 我想看看这个方案 今天晚上就说 其实申请人不妨换个次 现在1-57正 120万美元 便可快速留美 这个便可 真的深深的刺痛 我觉得这是怎么想的 而且还换个思路 不是换个思路 不是换个思路 不是换个财路 真的吗 其实真的还是有真的靠谱的 这个别的方案 比如说 Day 1 CPT 如果你不懂 Day 1 CPT是什么呢 再送你六个字 叫刘美国照烟火 烟火照烟 会帮你照清这个问题 当然CBG呢 它无论如何 都是褶不霍度 对吧 最终你还是要 充许时间抽烟涮壁 烟壁现在真的是玄学 但是大家还是在努力 用现代科技 来增加自己的概率 去烧将拜佛 真的 说在纽约 我真的身边很多朋友 抽烟涮壁之前 都是会去我们纽约 上桌会叫庄严寺的地方 这个庄严寺呢 据说现在接待的90%的人 都是留学生 而且很多留学生 人生中第一次拜佛 居然就是在美国 去了以后 都不知道还怎么办 一去 一排葡萄 打开小红书 看一下拜佛 然后终于选临了 对找 你好 我的情况是这样 我是J1签证者 F1签证 后来听讲了 这个I58头 然后I76 但是后来被拒我 剩下I129 然后呢 我的女房呢 现在在等 I765 I140 然后你也知道 现在这个H1比要海底捞了 就想请问你能不能保佑我 求婚成功 我刚才拿手本记得都懵了 我到底是求移民还是求姻缘 求姻缘请到6号窗口 对 人们菩萨就开始打字架 打了半天地块一张条 这个case比较复杂 我们就要RFE 过一个月 拿五百刀 我回来还原 真的真的就挺荒谬的 但是还好 我听说呢 炎火教育呢 现在推出了这个 雍和宫 拜拜福 就是他可以叫专人 帮你去雍和宫 雍和宫多好人 一听就很怕 因为这个雍和宫啊 就是反的保宫 对吧 雍和宫那个布局 真的 听说雍和宫特别灵 我当时听说这个 我就跟这个 炎火老板说 你还有多长惊喜 是真的 知道吗